记者吕一轩台北报道 外交部今天宣布 自11月起对菲律宾开放来台14天免签证事办措施 事办期限至明年7月底 为落实新南向政策 促进非国人民来台观光 洽商及增进两国民众交流 外交部今天下午发布中英文新闻稿 宣布自本年11月1日起 事办菲律宾国民来台14天免签证措施 外交部表示 此决议是于9月15日时 邀请主则国安、警政、调查、移民管理、 观光及经贸等机关共同会商会中决议 对菲律宾国民开放来台14天免签证 外交部说明免签资格 包括持有居6个月以上校期的菲律宾普通护照 持有回程或置下一目的地的机船票及有效签证 并与我国入出国机场或港口查验单位查无不良记录 令非国旅客依规定须填妥入国登记表 并被其旅馆订房记录 或在台停留期间住宿地址及联络人资讯 以立我国机场或港口查验单位机动查验 外交部表示事办期限至明年7月31日指届时事成效决定是否延长办理 此外政府将持续促进菲律宾政府基于互惠原则 紧速同意与我国民免签证待遇 令我国目前针对菲律宾采行的电子签证EVISA 东南亚国家人民来台先行上网查核与团境团出关红专案签证便捷措施 未配合实施免签证将不再适用 于非国国民 依据内政部移民署统计 非国访台旅客于今年1月至7月间达16万余人次 较去年同期成长73%